一名男子頭戴安全帽 手提行李箱 在新北中和景平路一帶遊走 心機可疑 引起警方注意 沒想到正要上前 男子依次心虛 轉頭就跑 橫越馬路 跳過分隔島 跑給警察追 當街上演 驚匪追逐 女警穿越馬路巷弄三兩下 將人制服 支援警力也到場 把人壓制逮捕 遭查他的行李箱 確認沒攜帶違禁物品 僅有幾把螺絲起子 但會這樣砲 原來這名45歲的林姓男子 是新北地監署發布的 毒品炸漆通緝犯 因為不想入肩服刑 四處躲藏 另外箱子內螺絲起子 有什麼用途 警方還要釐清 這一頭則有嫌犯 開心吃飯 但警方早就找上門 這名20多歲高興男車手 當天在多間銀行提領賬款 跟收水男車手 約在台北巴德路 知名麻油機交款 兩個人邊吃邊慶祝 遠景衝進店內 當場查獲26萬6千元賬款 多張金融卡跟手機 人賬巨貨帶回偵辦 全難依刑法詐欺罪 洗錢防治法 疑慶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 開心進捕 沒想到確實被逮捕 詐騙再怎麼慶功 法網恢恢 終究難逃法律制裁 接著周家文廢亞喬 雙倍報導